报导者时间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和报导者合作的栏目 挖掘华人社会的故事 由陈美华 麦小田 轮流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收听报导者时间 报导者是台湾一家非盈利网络媒体 致力于公共领域的社会 深度报导 自由亚洲电台从今年开始与报导者合作 每个月都会分享一篇报导者的专题 那么这一期节目请到了报导者的记者林慧珍 慧珍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报导者的记者林慧珍 好 我们今天要请林慧珍谈的是穿山甲 可不可以请教慧珍 就是为什么报导者这一集 要特别谈穿山甲这个题目 穿山甲它是一种世界上非常特殊的动物 它是哺乳类里面唯一一种有鳞片的动物 那因为它的鳞片被中国认为是有可以入中药 就中药材里面会使用 可以把淤血给化开 或者是说妇女生育之后 它们要通乳 哺乳的时候 可能可以吃一些鳞片来协助它 所以这个动物就被很多的中国人看上了 各种地方的穿山甲就有猎人去猎博 全部都送到中国去 所以就国际上有很多组织的调查发现 穿山甲已经快要濒临绝种了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需要大家的关心 快要濒临绝种了 是 它们在过去十年啊 已经被盗猎的一百万只了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一期做这个穿山甲的报道呢 其实一个原因是因为穿山甲 它在国际上面是盗猎走私非常严重的动物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跟一些国际记者聊天谈话的时候 开会呢 他们特别提到说 穿山甲这个动物非常需要跨国的合作 因为它的走私路线呢 是跨州 然后跨了三大海洋的 这些路径呢 你可能在一个国家你就断掉了 你必须要到下一个国家 你才会知道 现在穿山甲被走私到哪里了 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跟其他的国家 一起合作 可能我们写了台湾的案例 然后其他国家写走私的案例 如果像马来西亚 它有走私到台湾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追查说 那这一批货现在在哪里 所以其实穿山甲的报道 用跨国性的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有助于这个跨国性的保育 跟防止猎捕对不对 没错 这些被盗猎的穿山甲 它除了是直接走私到中国 可能也会跟枪支的走私 或者是人口的贩运连在一起 所以穿山甲走私的问题 不仅仅只是一个动物的问题 它是一个跨国犯罪的 网络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跟我一样 对于穿山甲这种动物 并不是非常了解 那我们知道 大陆很多80后还有90后的人 会知道穿山甲 可能是因为看了动画片 有一部动画片叫葫芦娃 葫芦娃里面有穿山甲 所以大家是看动画片 然后知道穿山甲的 但是我本人像我自己 我就没有看过穿山甲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比如说它多大 然后它的习性是怎么样的 穿山甲的体型 其实蛮小的 它就跟一只猫差不多 在台湾它会分布在 大概200到800公尺的山上 在大陆那边有很多个 叫做中华穿山甲的物种 它其实早期也是在大陆 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动物哦 那它平常是在晚上才会出没的 算是夜行性的动物 它住在洞穴里面 用它的爪子去挖洞 然后它喜欢吃蚂蚁 不过它很奇妙哦 它没有牙齿 所以它是用它的舌头去舔蚂蚂的 因此它就必须要挖很深的洞 然后把舌头伸进去 才能吃到蚂蚁 所以它主要食物是蚂蚁 对 蚂蚁还有我们所谓的白蚁 所以它的大小就像一只猫或一只狗 那样子这么大 对对对 小猫小狗 那它的习性大概是怎么样的 它平常捕食啊 就是出来抓猎物的时间 就是吃蚂蚁的时间 大概是在晚上的6点 到可能10点之间 那其他的时间 它其实很大部分都是在洞穴里面睡觉 不过它有一个很特殊 让研究人员又爱又恨的一种习性 就是它会把自己的粪便埋起来 它像猫一样爱干净 所以它在每次大便玩啊 都会用涂把粪便覆盖起来 就导致于它其实在研究上面非常的困难 因为研究人员它没有办法去采集到它的粪便 那穿山甲呢它有一个很可爱的特性 它会把它的宝宝呢 背在它的尾巴上面 那它这样也是在保护它的宝宝 然后遇到困难或者是遇到有敌人的时候 比方说如果有狗来攻击 或者是其他大型的动物攻击的时候 它就会把身体卷成一圈 用它的鳞片去保护它比较柔软的腹部 刚才你说到它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会卷成一圈一团 我在很多照片上也看到 就是有穿山甲被人抓到之后 它卷成一团 还有人就捧在手里面这样卷成一团 它的身性非常胆小 那也因为它没有太多的防御性 那更没有攻击性 所以遇到危险 或者是人家要来抓它的时候 它就卷起来 这可能是它唯一保护自己的方式 对不对 就很容易被抓 没错 因为一般的动物啊 它如果遇到敌人 它可能还会逃跑 可是穿山甲它可能跑得也不快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它的鳞片是很坚硬的 所以它会缩成一团 实际上啊 其实连狮子或者是老虎 都是扳不开的 它卷成一个圈的时候 力气是很大的 可是呢 遇到人类就没辙了 因为人类就直接把它整个抱起来了 所以说穿山甲它会被盗猎 这么严重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这样 它实在是太好抓了 我看到六月份的国家地理杂志 有专门一篇文章探讨穿山甲的问题 它们的封面故事就是穿山甲 然后它们说穿山甲是国际走私最多的哺乳动物 是 因为穿山甲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一样 它的鳞片被认为是有一些疗效的 所以中国人就非常喜欢把它拿来当作药效来使用 其实这些疗效 这些都可以被其他的东西取代 对不对 而且并没有像中药里头声称的有这么高的疗效 对 因为很多西方的科学研究有证实说 穿山甲的鳞片组成 其实跟我们人类的指甲或者是头发成分是一样的 那也没有真的很确实有证据说它有什么样子的疗效 现在其实有很多可以替代的这种中药材 比方说女性要通乳 其实有一些植物性的东西是可以用的 比方说大豆类的东西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的 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宰杀一个活生生的动物 我在网路上有看到有民间团体 它有做一个这个穿山甲的走私路线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这个走私路线 穿山甲它其实有八个种 就是说全世界呢有八种的穿山甲 那分布在亚洲跟非洲的有各四种 早期啊 大陆这边也有很多叫做中华穿山甲 那包括台湾啊 还有香港啊 还有尼泊尔这边也都有中华穿山甲 那东南亚这边的话 也有很多其他种类的穿山甲 所以呢大陆这边啊 就会有边境 比方说在广东广西这边 他们有一些会从越南或者是东南亚走私过来 那或者是从香港海运过来到广东这边 因为最近东南亚的穿山甲实在是被吃到快要没有了 所以他们会从非洲过来 可能是先把穿山甲运到香港 或者是说直接运进来大陆这边 东南亚啊他们其实主要都还是要出口给大陆 其实我们有访问过一些记者啊 他们也有跟我们说 他们本身像越南这边早期有在吃穿山甲 但是其实年轻人也不太吃 现在的消费量也没有这么大 大部分啊都还是去给中国这边 我看到有媒体说中国是穿山甲最大的消费国 是没有一个很正式的统计 但是现在查契到了这些走私的船啊 或者是这些旅客带进来的 其实大部分都是走到中国去 那其实其他的地方也没有这样子 使用穿山甲中药的这种习性 所以很多专家都指出说 大陆这边算是穿山甲最大的消费国家 根据国际野生物贸易调查委员会的统计 在过去十年有100万只穿山甲遭到盗裂 这个数量已经被国际自然保育联盟 列为极微的等级 那么下一个阶段就是野外灭绝 就可能以后就看不到了 这个物种可能以后就没有了 我们今天在台湾谈穿山甲这个问题 其实很有意义的 因为台湾很可能是穿山甲 最后的一个保育基地 就台湾早期也是有捕猎 穿山甲这个不良的记录的 但是台湾在最近十几二十年 其实在保育穿山甲的这个部分 做得非常好 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 现在台湾的保育做的情况是怎么样 台湾大概在1950年到1970年 算是全世界穿山甲一个很重要的出口国 那个时候呢我们不是出口鳞片 我们出口是它的皮革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穿山甲一年啊 可以出口六万张匹 也就是说台湾一年有六万只穿山甲被裂捕 后来就发现穿山甲真的越来越少 越来越难抓了 所以国际上面也给了台湾一些压力 后来国际上面用贸易制裁 就是你如果不好好保育的话 那我们就让你的东西不能外销到我们的国家 因此呢台湾大概是在1989年的时候 才正式有了第一步的保育的法规 野生动物保育法 在这之后呢 因为又成立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警察 我们叫做森林警察 去查棄这些非法的走私跟盗猎 所以台湾大概在1992年之后 94年之后 就变得比较不敢再去盗猎其他的野生动物 就包括穿山甲 那到现在呢 台湾已经算是全世界中华穿山甲 应该说是密度最高的地方了 科学家有研究说 台湾的穿山甲在台东那边的密度啊 每100公顷可以到12.8只 算是全世界野外调查目前最高的 所以其实可以知道说 台湾现在保育的情况算是不错的 那除了在野外啊 我们在圈养的部分 所谓圈养就是说 因为有一些穿山甲它会受伤 那它受伤之后民众会通报 台湾有三个特别是在救援穿山甲的中心 那包括像台北动物园 然后还有屏东科技大学 那还有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都是特别照顾穿山甲的单位 那尤其呢是在台北动物园 他们发展的非常的高超的养殖的技术 就是说呢 他们已经有能力可以让穿山甲 从一只小baby 然后到长大 甚至到生小孩 完全都是从人工这边去补育饲养的 这样的经验国际上很少是吗 对因为穿山甲它非常紧张 容易紧张 所以它紧张的时候会不想吃东西 那又因为它吃的东西 其实刚刚讲了我们是说蚂蚁跟白蚁 这个东西啊你也很难完全 每天都有这么新鲜的蚂蚁可以让它们吃 所以呢造了这些救援中心的穿山甲 在其他国家里面常常在一百天以内就死掉了 像之前2017年啊 就中国这边其实有查到三十几只穿山甲 结果呢 它们在三个月里面全部都死掉了 所以可以知道穿山甲它真的很难养 好像有个说法是说穿山甲是世界上最难养活的动物 是因为包括像美国啊 或者是东南亚的这些救援的中心 都有尝试着要照顾这些穿山甲 结果其实成绩都没有很好 当然就是因为它很容易紧张 然后它紧张不吃饭 它会容易胃溃疡 会有肠出血 所以很容易就死掉了 因此在发展这种养殖技术的时候啊 像台湾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动物园是从大概1992年之后 就开始在发展这样子的技术 那直到大概2014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才有第一只是从baby 开始有人工照顾的穿山甲出生 其实也不过是最近这五年的时间 但是这已经是世界上 可以人工养殖穿山甲最久的记录了 所以刚才说的是台北市立动物园 那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里面 就是有没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一个灵魂的人物 台北市立动物园啊 有一位叫罗轩义 他是一位非常热情 然后对穿山甲很有很有爱心的一位照顾员 他从2014年 有一只穿山甲叫做穷无出生之后啊 他就从他baby的时候开始喂奶 喂奶呢其实很困难的 因为穿山甲他小时候啊 他其实就跟我们的手掌一样小 然后呢他又不喜欢吃你喂的食物 所以啊他后来其实是已经快要死掉的状态 那罗轩义罗区长呢 因为他看着这只穿山甲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有超音波有心跳 所以他非常的舍不得 那后来他就几乎是每日每夜的在照顾他 因为穿山甲他喝奶的时候他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要喝一次 所以他等于就是一两个小时就要起床一次都没有睡觉 后来好不容易大概养了一个月 穿山甲宝宝穷无他才比较稳定 那直到现在啊他已经像是活得非常的健康了 然后甚至在2017年的时候 他还生下了一只小宝宝 算是已经世界上的奇迹了 因为从来没有一只穿山甲是从人工小baby时候开始喂 那喂到之后甚至可以自己生下下一代的案例 就是这两只算是现在动物园里面为二的 全部是由人工从小时候就开始饲养的案例 其实在全世界也是为二的 那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穿山甲现在已经有四代了是吗 是他们在1997年的时候 人工培育出了一只穿山甲 就是让一只从野外救回来的穿山甲 跟另外一只去交配 生下了一只叫穿胖的穿山甲 那他到现在啊已经繁衍出了四代了 也算是全世界最久的记录了 其他国家就没有以人工繁殖的这个方式 以人工补育的方式去培育四个世代的穿山甲 这个台湾是第一个 是 是不是第一个 所以台湾累积这方面的经验是很丰富的 你刚刚提到那个穿山甲宝宝喝奶 这个奶水是来自妈妈吗 其实啊穿山甲他也有一个很麻烦的特性啊 他不容易取奶汁 因为如果我们一般要去补育其他动物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尽量去取母乳 可是穿山甲他很麻烦是因为他被麻醉的时候是不容易取母乳的 那如果你不麻醉他他又会非常紧张 卷成一球所以你根本也取不到 因此呢到最后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他们就只好用猫奶 就是猫奶粉去泡 然后他当成是穿山甲的母乳这样子去喂 后来穿物的小宝宝其实是喝狗的奶水 所以他们一直在尝试到底哪一种是对穿山甲营养比较好的 我看了一些资料是不是说 人类对于穿山甲的了解其实是很少的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很难去了解他 比如说你刚刚说了他没有牙齿 所以我们就看不出他的年纪是这样吗 是啊他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动物 第一个特性就包括他是住在洞穴里面的 住在洞穴他在研究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因为他的洞穴可以到六公尺深 所以你要去找的时候是非常难的 那第二个就是他的粪便被他自己埋起来了 所以你要去研究看他吃了什么东西 那他的健康状态怎么样 都是非常困难的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他没有牙齿 我们一般会用牙齿去鉴别一只动物的年纪 不是因为他没有牙齿所以鉴别不出来 所以研究人员他就必须要从经验去判断说 他这一只穿甲的可能尾巴的长度 或是他的宽度 或是他整个身体的体长是多少 去看说他可能是已经成年了吗 或者他还是在亚成的状态 动物会有这种亚成的状态 就是他还没有到成年但是他快要成年了 或甚至他只是一只很幼龄的穿山甲 年纪很小的穿山甲 必须要靠着外表去判断 他就非常需要累积资料库 在台湾除了台北市立动物园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单位在做穿山甲的保育的工作 那他们的工作个别是什么 台湾有三个专门是照顾跟救援受伤穿山甲的中心 那一个是台北市立动物园 那一个是屏东科技大学 一个是农委会下面的所属单位 叫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这两个单位呢 他们平常啊 就是民众如果有通报受伤穿山甲 他们第一个会先去帮他们全身检查 看他是不是真的哪里有受伤 那从健康检查中呢 你也可以大概去推论这只穿山甲的年纪 建立他们的资料库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如果这只穿山甲 他真的没有办法在野外生活了 这一些专门救援的中心呢 他就必须要去收容这些穿山甲 让穿山甲有一个比较像他野外的环境 他的棲地 你实际上有到另外那两个单位去 实际跟着他们到山里面去找 或者是去看穿山甲的棲息地吗 我曾经跟着屏东科技大学的一个博士生 他就专门是在研究穿山甲的 他带我到台东 一个叫鸾山的地方 那个地方啊 环境非常的好 就是他们那边的农民跟当地人呢 在种菜或者是种其他作物的时候 是比较少使用农药的 所以呢那边的蚂蚁非常的多 那蚂蚁多呢穿山甲就会多 所以我们去看他附近的山上啊 其实穿山甲洞非常非常的多哦 我们看的时候是刚好都没有穿山甲啦 不过可以想见啊 那边晚上啊 应该是有很多穿山甲在活动的 然后当地人也都觉得习以为常 研究员真的非常的辛苦 因为他们必须要在晚上的时候工作 穿山甲是晚上才出来的 所以他们会在一些穿山甲身上 装一些追踪的装置 比方做GPS这种装置 所以他们就可以监测出 这只穿山甲现在在哪里 好的谢谢慧珍 我现在要连线到台湾的屏东 邀请屏东科技大学生物资源所的博士 孙静敏来谈一下他的研究 孙静敏经常在野外各处寻找 穿山甲的踪跡 我想请问孙静敏 现在您已经在多少只的穿山甲身上放了追踪器呢 这89年来大概陆陆续续有40几只吧 所以你的资料库里面应该可以掌握到 这40几只的穿山甲 它的踪跡对不对 对 那有发现什么的吗 从这个追踪器来看 我们发现他们很练家 就是说他们一旦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之后 他就很稳定的肢单住 不会换地方去活动 然后呢 他的洞穴有固定睡觉跟休息的洞穴 他的体温呢 是比较低的 大概只有31度32度而已 这样子 能量的消耗才会比较慢一点 那所以研究这么多年来 就是现在你研究所知道的资料 跟你一开始接触穿山甲的时候 现在资料应该累积的很丰富了 是不是 是的 我们发现很多之前 没有想象过的一些生态资料 包括他其实会吃70种以上的蚂蚁 70种以上的蚂蚁啊 对 这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去研究他的粪便 粪便里面他有那些没有消化碗的 蚂蚁的昆虫碎片 我们去鉴定里面的碎片 然后知道他吃的种类跟数量 那还有什么关于穿山甲的事情 是你还不知道的 研究了这么长时间还找不到答案的 我觉得我想要了解他的寿命有多长吧 现在不知道穿山甲的寿命有多长 对 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长寿的动物 可能比狗猫都还要长寿 我觉得应该有办法活到 二三十岁 对 那这个需要长时间的研究才能够了解 这个目前还不知道 对 那最高龄的记录是二十几岁的样子 但是这个是在动物园养的这个资料 这个在日本上野动物园 他们曾经养过一只中华穿山甲 是不是国际上对穿山甲的研究也是很少的 对 非常非常少 那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很多地方已经基本上找不到穿山甲了 就没有了 数量 对 就没有了 第二个是 其实是有他的这种无限量追踪的方法 还是有点困难 那主要是因为他身上的这种追踪器 必须要用锁 用螺丝锁在他的身上的鳞片上面 那因为穿山甲会挖洞 所以很多研究人员都因为追踪器 不堪这样子的穿山甲挖洞会摩擦 会造成发泡器的脱落 然后就没有资料 那我这边是因为有去做一些改良跟强化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长时间的不让发泡器掉落 好的 穿山甲的保育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不仅要有专业知识和技术 还得有非常好的耐心和爱心 但其实动物的保育不只靠专家 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非常谢谢孙静敏提供宝贵的经验 也谢谢报道者的记者慧珍 带来这一篇精彩的报道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这一期的报道者时间 我们下一次再会